一位住在花蓮火车站附近 70岁妇人她骑机车去新城北埔 一家药局要领药 领完药之后她一路骑机车往南 横跨了六个乡镇区到了狱里 一路上不见异状 一直到天色昏暗 刚好遇到三名派出所远景执行勤务 把她拦下来问她 她吓到说她居然自己骑了80公里了 远景很担心妇人自己骑车回花蓮 会体力透支 也联系家人 将她把机车托运 再协助她买火车票 顺利帮妇人回家 一名住在花蓮火车站附近的70岁妇人 骑乘机车去新城北埔一家药局领药 领完药之后就一路骑机车往南 横跨了六个乡镇区来到了狱里镇 一路都不觉得有异状 直到天色昏暗 刚好遇到三名派出所远景执行勤务 将妇人拦下询问 妇人也吓到已经骑车超过80公里 远景担心妇人自行骑回花蓮市区体力透支 立刻就联系家人 先是带妇人机车拖运 紧接着协助买火车票 最后顺利帮助妇人返回家中 把妇人送至玉林火车站 协助其购票顺利返家 一分局长林俊廷也呼吁 年长者外出的时候 亲友们一定要妥善地留意 并且要亲自的陪同 以免发生意外 记者高松双玉林镇采访报道 年长者外出的时候 提起来的 两个 Ủ